开场人行道甚至还撞上槟榔滩 驾驶下车后拿起球棒 二话不说就往店里猛砸 下一秒情绪大崩溃 为什么要杀我的朋友 好简单讲 在这路边嘴里不断喃喃自语 警方到场看傻眼 除了要安抚男子情绪 还要赶紧厘清到底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要杀我的朋友 刚车子是你开的吗 心情接近平复 终于听到关键字 原来男子会这么激动 全是因为自己养的红贵兵 三个月前被鞭榔滩 电犬咬死 事件发生后 成型男子难以接受 第一时间对黑狗寺主题 告故事伤害 只是整起案件都还在审理 他却疑似越想越生气 才会愤而开车 重撞店面 认真讲他受伤还蛮严重的 因为人家持棍棒还要打 然后地板我去看的时候 当下都是吸 爱吸动物是必要的 但是没必要把人打成这样子 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讲 这么一众附近民众都看傻 不止冰冷堂老板受伤 对了田卷门也扭曲变形 甚至一度无法关门 气得向对方求偿 为了替爱权讨回公道 不惜使出暴力手段 虽然怒气出发了 却也因此进了警局 三星文正常阳心仪 新北签访报道